各位五分钟社会学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曾燕欣 不管是在北欧或者是东亚 问到年轻人他们理想中的生育数是多少 大家都回答2 那东亚呢世代完成生育率就是一直在下降 到目前为止1970到74年这个世代 大概平均只有生1.6个 可预见的未来他还会持续探底 主要就是因为在所有的这些国家都有婚育两者延迟的现象 那东亚国家相对比较高龄的部分 女性20几岁的生育数或生育率下降很多 可是到30几岁甚至40出头岁回补不足 所以导致总完成生育率比较难维持在接近2的水准 为什么20几岁的时候没有生小孩 不管是在日本韩国或台湾 已婚人数在20到24或是25到29 在过去30年不断的下降 这么多人在20几岁没有结婚代表他不会有生育行为 这是主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在35到39岁这个年龄段 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仍然有将近三分之一从未结婚过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20几岁的时候没有结婚 我想这跟教育扩张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是25岁之前很多人都还在求学 大学念完甚至去念个硕士 加上要存够钱去举办一场婚礼也是需要很多年的积蓄 所以这种原因会让年轻人觉得说好像不需要这么急着 20几岁要成家延迟到了30出头岁的时候 大概就慢慢开始会有一半的四婚人人口进入婚营 但是还有另外一半还是未婚 那他们没结婚的理由当然会不太一样 有一些可能是没有遇到合适可以结婚的人 有一些可能是他的经济状况还不足以让他结婚 或者是两人的关系不够稳定 或者是不婚族这当然都有可能 但就我们所了解的不婚族在台湾占比其实不是那么高 所以更多是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大家还没准备好要去结婚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大家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一种推想 可是事实上就我们所看到的调查资料 其实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她结婚意越是越强的 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 一个就是这些教育程度高的女性 她其实有比较多的经济资源 她可以把一个家庭经营的更好 而且她也更有能力能够养育小孩 那为什么教育程度偏低的女性 教育意愿相比教育程度高的没有那么高 因为过去十几二十年 台湾离婚率其实是在教育程度低的族群 上升是远高于教育程度高的 所以这一群女性她可能见证或是经历耳闻 身边有不少不幸福的婚姻 最后离婚的这种状况 所以他们可能对婚姻不是抱持乐观的想象 加上他们能够找到的对象 可能某种程度 经济条件也不是那么的稳定 所以他们对结婚这件事没有那么高的意愿 生育率究竟有没有好不好 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劳动力短缺啊 税机缩减这个部分 的确大家都会觉得出生的人变少了 那以后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劳动力 也没有那么多人缴税 所以我们的整个国家的税收啊 福利会不堪负荷 那问题忽略了现在自动化 机器学习啊 AI这些 一直不断的在发展 然后这些是很有可能补足 一部分没有出生的人口 所造成的劳力短缺 所以实际的劳动缺口 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问我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从个人层面来看的话 其实不是只有东亚或台湾 在很多地方 高生育率其实它是 剥夺女性从小的受教权 跟在职场发展的就业权 所支撑起来的 为什么一个女性一辈子 可以养这么多的小孩 生育这么多的小孩 因为她没有那个场域 去发展她个人的才华 跟各种各样的治疗暴富 现在生育率低 如果是因为女性 教育程度平均拉高 更多人有劳动参与率 然后有职业发展的可能 对女性长期生涯的发展来讲 低生育率其实 不能说它是坏事 如果高生育率 必须牺牲女性的 个人自主选择的话 就这个角度来看 我并不觉得低生育率不好 但问题是 如果在低生育环境当中 其实有很多女性 想要进入家庭成为母亲 可是又因为一些传统价值 或是一些职场的结构性歧视 组织文化的苛代 导致她们无法实现这些 想法 比如说她们理想的生育术 为人妻为人母的目标 那政府需要做一些政策 来移除这些 阻碍她们实现理想的状况 我会希望有更多人来从事 家庭与人口研究的行列 我们需要更多研究的心血 来加入这个研究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